不认识我吧,不认识我吧 谁 不认识我吧,什么 蛋仔世界竟然隐藏着一只恐怖的雪白蛋仔 它没有五官 嘴巴,眼睛全部没用 伙伴,先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蛋仔派对中的蛋仔一共有138个 每个都不一样呀 我们看一眼就能认出它是谁 快看呀,这个黄色的是崽崽熊 它是黄色的呀,快看呀 伙伴们,这个黑色的是冰淇淋企鹅 YES 我想先考考你们 你们认出我是谁了吗 我听说99%的蛋仔都不认识我是谁 伙伴,如果你认出来了 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使用的一个决战机 伙伴,这个决战机就是巨大化啊 伙伴,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在蛋仔岛中使用巨大化很好玩 伙伴,错,大错特错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蛋仔岛中的巨大化 有可能会让我们变成恐怖的白色蛋仔呀 我不让你用巨大化是有原因的 不信你们看我,这是上个版本呀 伙伴,我被冰冻住了呀 我变成了一个冰雕 我使用了一下巨大化 伙伴们,结果我变成了白色的蛋仔啊 这时候我还能认出自己 结果等到巨大化的时间结束之后 我竟然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白色蛋仔 所以我才说,大家千万别用巨大化 要不然你会变成大家都不认识的白色蛋仔 你们知道了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